字幕提供 我一直都有概念 我應該好像看港產漫畫 這個動作是 它有適當的真實 但它是modern 真實了一點 有漫畫的感覺 我們都不知道當中的定位去到哪 很多try and error 我很記得我們拍阿楓進去房屋 我們嘗試找兩個位置 可以找到感覺 一個是龍健鋒扔了一支煙 接著打完之後捲身 拿一支煙 還有最後 阿楓是怎樣撞到鐵花籠 這個撞到是這樣 聽完再試就是他轉了一圈 拍八下就有點感覺 我的導演也有點信心 好像這個也行 這裡攬牆 那兩個設計是多決定到 這個戲的動作風格 兩個設計可以大膽一點 但是我們拍的時候要實在 他們要讀了很多怪的招式給黃狗 因為黃狗不可以很傳統的打法 他們覺得上一代就打一個實正一點的功夫 像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打法 就好像Kenzie長條 我練一些紅拳牙的功夫 或是一個疾馬 接著 年輕的人用刀 有人用刀 有人用刀 用刀 他們用了很多電單車的追逐 拍拳 你穿著跳 所以整個動作的拍攝很精彩 其實這次大部份的演員都不懂得打 訓練到懂得打 其實是很辛苦的 這件事 每個人都有很體重 這次的動作成分 所以他們每個人都很勤力 而且很有熱情 這次才是真真正正接觸 甚麼叫做對打 以前我們只不過記一下動作 或者放下那個架 我完全不知道出拳是這樣的 因為Kenzie長的要求都非常高 沒事… 那一個月我們去訓練 就是要練一些基本的拳擊 希望一些本身對於這些武術 都熟悉的朋友 看完之後都會覺得有真實感 你才按這個 你才按這個 你一按這個拋就頂你 每一下都是真的用真力 其實都是更厲害 我覺得每一個演員都是 打不打得好 其實都是他們出不出勢力 這些是我覺得最美麗的事情 我相信是有數 最理解 他們幾個都去看影片 拍了幾晚 剪出來分多鐘 真的很辛苦 但是是好看的出來